可就在这时突然的在这无穷的异族大军外 星空波纹回荡间 有上万身影从模糊中走出 越发的清晰 他们在走出的刹那露出了身形 赫然竟是修士 而且在他们身上居然有仙神大陆的气息 这气息刚一出现四周一族没有什么变化 可在这大陆上的梦号却是猛的抬头 眼中刹那间就露出滔天的无法压制的强烈的杀机 那气息他这一辈子都忘记不了 那是仙神大陆的气息 那是让山海界覆灭的根源 那是逼得皮冻死亡 铜镜鹦鹉抹去神石 逼得孟号激进死亡的仇人 眨眼间孟号目中的鸿芒 就立刻让这八方直接陷入肃杀之中 无独有偶 几乎在这仙神大陆出现的同时 另一个方向的星空内 一样有上万身影从模糊中出现 一样也是修士 他们身上散出的不是仙神大陆的气息 而是魔界大陆的雾海 甚至最前方一个大汉 正是当年对孟号出手的九元之一 他在看到孟号的瞬间神色内先是震撼 而后立刻杀鸡强烈 孟号忽然笑了 这笑容带着冰寒 更是让他本就强烈的杀意 在这一刻轰鸣天地 传遍星空 几乎在这笑容浮现的瞬间 仙神大陆以及魔界大陆的修士立刻飞出 直奔着第九层的缺口 杀入大陆上 他们的杀来似乎影响了整个战局 使得四周原本寂静的一族也都一个个低吼 全部冲杀 轰击第九防护的同时 也有更多顺着缺口杀入 一时之间孟号所在的大陆 无数身影冲来 使得大陆颤抖 似乎承受不住 尤其是在这无数身影内 夹杂着不少强者 甚至那观国老人也在这一刻踏入大陆 轰鸣之声回荡 孟号劈头散发 右脚连续向前走出七步 这七步落下 天地颤抖 凝聚了一只庞大的脚 践踏无数血肉的同时 孟号的身体也瞬间出现在了那魔界大陆的大汉面前 这大汉脑海轰的一声 他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到的居然是孟号 也没想到孟号这里居然在几百年后强大到了如此程度 甚至他都来不及思索太多 孟号的右手已视如破竹 直接穿透着大汉所有的防护 一把抓在了他的脖子上 当年的仇 今日从你这里开始所回 孟号声音沙哑 回荡的同时 轰鸣从他右手传出 那九元大汉身体颤抖时 直接崩溃爆开形神剧灭 就在孟号将这魔界大汉击杀的同时 他的四周立刻出现了八道身影 每一个身影都赫然是其所在族群内的最强者 这八位存在同时出手 齐齐轰鸣 孟号一个人对抗八人 仰天低吼时 一座座山峰降临 不是落在四周 而是落在他的身上 眨眼间十万百万千万大山重叠的出现 在孟号身上形成了无穷的防护 那八位巅峰存在同时出手的惊人杀意 在这一瞬轰在孟号这里 无数山峰崩溃的同时 孟号身体默然退后 直接以后背撞在了一个巅峰存在的身上 速度极快 那位存在喷出鲜血 身体崩溃 神魂飞出时 无法阻挤 就在这一瞬 几乎在这老者手指点来的刹那 孟号嘴角露出笑容 他眼中寒芒闪动 在那老者神色变化的同时 他右手默然抬起 向着老者的四周 连续画了四下 空间封印 轰的一声 轰的一声 孟号画出的那四下 直接形成了一个画框 一股绝强的空间封印 莫然降临 那老者面色变化 无法闪躲 被瞬间封印在内 形成了一幅画 可这幅画在出现的同时 就立刻燃烧 其内被封印的老者 修为已然巅峰至极 这封印最多封他一时 可这一时对孟号而言足够了 孟号宁笑 修为之力爆发 右手抬起猛的一挥 立刻第八进出现 第七进第六进 眨眼间八进同时展现 化作了一条条丝线 形成了一片大网 双手向着两边直接一甩 八进归一 随着他声音的传出 立刻这大网向着四周轰然而去 速度之快 眨眼覆盖八方 所过之处 无数异族存在 身体如同透明般 没有丝毫的阻挡之力 全部被这八进之网 刹那穿透 一个仙神大陆的至尊 睁大了眼 露出骇然 身体一瞬被大网穿透 还有那些牛头人身的一族 还有那些灵体 还有识人 还有魔界大陆的修饰 所有的存在 所有在这大陆上的生命 在这一刹那 都被大网的扩散 瞬间横扫 即便是那些红色的虫子也都无法避开 他们身体虽小 这大网 却更密 甚至在外放到了极致后 随着孟昊右手一抓 立刻 这大网轰然收索 再次从那一个个种族身上 又一次穿透而过 眨眼间这片由八大进制组成的大网 凝聚在了孟昊的面前 浮现在他的手心上时 散发出了璀璨之芒 也正是在这一刻 以孟昊为中心 四周所有范围 但凡是在这大陆上的生命 都在这一刻身体颤抖 爆发出各种颜色的鲜血 以及生命本源 他们的身体 眨眼间支离破碎 成为了一块块 要么散落大地 要么消散成为了飞灰 一瞬四周安静到了极致 而那些在大陆外的异族大军 此刻全部倒吸口气 一个个哪怕是被星空的意志驱使 可依旧在这本能的恐惧与骇然中惊醒 全部望着大陆 全部脑海雷霆轰鸣 孟昊神色平静 唯独眼中鸿芒越发强烈 看向半空中被他封印的那幅画 此刻这画急速地燃烧 眨眼间 其内传出低吼 那被封印的棺果老者 此刻正要冲出 孟昊冷眼看去时 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他手中的璀璨大网插纳而去 直接覆盖后再次封印 这一次的封印比之前强悍太多 那棺果老者根本就无法脱困出来 只能在其内发出不甘心的嘶吼与咆哮 孟昊收回目光 看向大陆外的星空 他站在那里 四周整个大陆全部都是尸体 具体多少难以统计 他没有说话 可他的身影 他的目光 他的战绩 化作了无音的警告 警告大陆外的所有生命 踏入此地者 死 时间流逝 孟昊站在大陆的中心 或者这里也不是中心 可似乎只要是他所在的地方 就会成为无数存在目光的凝聚地 说是中心 也就不为过了 大陆外残破的第九防护外 那铺天盖地 弥漫了无尽星空的一族 纷纷沉没 他们环绕的四周 可却没有任何一位 敢踏入大陆上 那第九防护的缺口 明明就在那里 没有愈合 可直至数个时辰后 也始终没有人走入 而此地 因这片奇异大陆的存在 苍茫之力 在这里很是稀薄 也就使得苍茫的意志 似乎也在这里微弱了不少 使得其无法如曾经般 影响这些异族 而在明显的煞气面前 这些异族 纷纷体内的本能占据的大半 那种踏入大陆 就必然死亡的感觉 使得他们纷纷沉没 如果一直这样 那么此番战场上的梦号 他可以说是胜利的 因为他感受到了同情 已然更近了 很快就要出现在自己的墓中 来了 同情 鹦鹉归来 梦号深吸口气 他身后的石杖防护内 八片铜镜碎片 光芒越发璀璨 光注今天如同黑夜里的火把 明亮刺眼 召唤铜镜 为其指引方向 时间再次流逝 一注相后 梦号呼吸急促 他抬头看向远方时 甚至这四周的所有存在 都隐隐感受到了一股微压的降临 这微压让他们不安 让他们躁动 仿佛冥冥冥中有一道光 行走的不是星空 而是另一处漆黑的空间 此刻正向着这里 快速的临近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在梦号的身前 原本平静的半空中 突然出现了波纹 这波纹刚一扩散 从里面竟伸出了一根手指 这手指看起来平淡无奇 可在出现的刹那 似乎整个世界 整个星空 都为之一阵 仿佛手指的出现 取代了一切的光 星空漆黑 围棋独亮 他看起来速度很慢 慢吞吞的深入 落在了梦号的胸口 可梦号这里竟然无法闪躲 轰的一声 天地颤抖 整个大陆 咔咔声响 居然出现了一道道裂风 而那外面的第九防护 也在这大陆的颤抖中 直接崩溃 梦号 这防护颤抖 颤抖扭曲 咔咔声响 直接碎灭 使得梦号这里 再次倒卷 直至七八丈后 才强行停顿下来 再次喷出鲜血 抬头时 他死死地盯着那片波纹 波纹那次刻出现的 不再是一根手指 而是一个干瘦的身影 他缓缓走出 他在这大陆的瞬间 整个星空震动 整个世界轰鸣 一股强烈的难以形容的 至高无上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 轰轰爆发 仿佛他站在这里 他就是这片星空的代理人 仿佛他的一句话 就相当于是 苍茫星空的规则 仿佛他的一道目光 就可决定苍茫星空内 一个族群的生死 我是罗天使者 他淡淡开口 声音回荡八方时 整个大陆轰然坍塌 从最外层开始崩溃 眨眼间巨响滔天 这整个大陆 除了孟浩所在的 时障范围外 所有的区域 在这一瞬 因着罗天使者的一句话 全部坍塌 崩溃成为尘埃 向着四周散落 而四周那些 无穷无尽的义族 似乎从灵魂深处 产生了强烈的 无法形容的敬畏 全部低下头 全部跪拜下来 拜见使者 这干瘦的男子 看起来是中年 面色苍白 墓内深邃 如蕴含了整个星空 他站在那里 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 冷眼看着孟浩 你为何不跪 一句话 五个字 在传出的一瞬 一股无法形容的 轰然微压 直接降临在了 孟浩的身上 轰鸣间 使得孟浩这里 他的九元巅峰修为 似乎也都无法承受 双膝颤抖 如有无法承受之力 化作两只大手 死死地压着他的肩膀 要让他跪下 孟浩缓缓抬头 忽然笑了起来 那笑容争鸣 而墓中的鸿芒 在这一瞬彻底的爆发 惊天动地 使得这四周的漆黑星空 如被污染 刹那间扭居时 被红色取代 直接推开 这红色 与整个星空的漆黑 比较 微不足道 可就算是微不足道 在这片区域内 也是那漆黑之意 无法压制的风暴 孟某这一生 不拜天 不拜地 你又是什么东西 孟浩墓中 红芒更为强烈 他身上的气息 在这一刹那 多变起来 摇气轰然爆发时 他不但没有跪下 反而向前 一步步走去 随着走出 孟浩气势越发崛起 那四周的红芒 如火焰腾空 凝聚孟浩的大势 向着那螺天使者 直接镇压而来 这一幕 让那螺天使者 面色一变 找死 他冷横一声 右手默然抬起 杀鸡惊天 一掌 隔空向着孟浩落下 威力之大 居然超越了九元 似乎一旦落下 孟浩这里 若不防范 很有可能 形神俱灭 孟浩这里脚步 不但没有停顿 反而更快 而他的气势 也在这一刻 彻底爆发 妖气滔天 红芒再次扩散 他右手抬起时 涂抹一拳 轰然而去 直接落在了 这螺天使者的身前 一拳落下时 四周的红芒 全部轰鸣 奇奇来临 仿佛形成了 无数的拳头 镇压降临 巨响滔天时 孟浩又化作 青黑色的大棚 甚至转眼间 颜色再次改变 成为了质色 如闪电般呼啸而出 向着螺天使者 狠狠一抓 随后一座座山峰降临 轰鸣之声 让天地颤抖 而孟浩没有停顿 血腰大法施展 吞噬而去 更是在他的身后 腰气纵横中 凝聚出一个硕大的头颅 带着猙獰 带着嘶吼 冲向螺天使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